所以你跟同一水平的学生其实是需要一起交流 我把技术班的学生拉到一个群里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加一下 好一下最近的金矿 互相勤勉 我觉得是非常有个必要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要报一个班的另外一个好处 大家好我是今天二只想王子 其实零基础的学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他是需要队友的 当然我知道就是学零基础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有家庭的 而且也不是说完全的很脆弱 都是蛮坚强的 但我觉得队友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队友不是说一起学习的人 说句话零基础学生都有孩子老婆的 没时间跟你再想好 分两种方面 第一方面但是老师助教 包括就是我小王子给你鼓励 无论在上课的时候直播的时候 包括我的视频 第二种就是你上课的那帮同学 就是你一定要和你同水平 甚至同基础同年龄的人去交流 我不建议中文班宝货班 或者是什么宝娃班学生互相交流的 我觉得简直是浪费时间 但是基础班学生最好多多交流 你们基础都不太好 你们可以互相留个方式 互相鼓励 互相勤勉 互相聊聊 我基础班学生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不容易的 反正有时候对基础班学生 真的蛮感动的 所以你跟同一水平的学生 其实是需要一起交流的 我把基础班的学生 拉到一个群里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加 然后熬一下最近的金矿 互相勤勉 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必要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你要报一个班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有队友 喜欢我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一下 咱们拜拜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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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来